很多男生因为谈恋爱的经验太少 或者说没有学过什么恋爱技巧 所以对女士对她的嗜好不知道什么意思 也就是女生所对你的表现超出了异常的时候 不知道如何去做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女生要是像你有三个这样的动作的话 那说明她的嗜好可能就是想要和你成为男女朋友 哪三种呢 第一种就是有意无意的找你帮忙 打个比方就叫她买了一瓶矿泉水 明明自己是可以拧开的 可是偏偏就要去找你说 帮我拧开这个瓶盖好吗 这是很典型的向你嗜好 因为这种事情要是她对你没有好感没有意思的话 她是做不来的 第二种就是有意无意的在微信上面向你请教一些问题 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她可以直接百度也可以啊 就可以直接找到了答案啊 或者搜索其他网站也有相对的答案啊 可是她就偏偏来找你问 这也暗示着她对你有喜欢的意向哦 第三种呢 就是你去哪里游或者去什么地方呢 都想叫你帮她带一些东西回来 哪怕是最普通的一个特产 一个品牌的一个小包或者什么东西啊 她都有意请教于你 这样就说明啊 她是非常非常的想靠近你的 从而靠近你以后呢 成为你的女朋友 所以呢 那些太老实的乖乖男啊 可千万要记住了这三个要点 当你发现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 就说明你的桃花运要来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要是大家想学更多的恋爱技巧的话呢 可别忘了 点击关注我哦